中文字幕 李宗盛 哈啰 上一集有没有看到我在煮那个肉碎煎蛋的那一道菜 那今天我们就比较特别一点 我叫Sylvia 哈啰 你们好 我今天非常荣幸哦 能够来到这边吃我们Syrus煮的菜 对 今天就不是煮那种中式菜 今天是西式菜 哇 你很赏脸的今天看到 哇 闪闪发亮 我穿着很像某人这样的没有 可以放上了 没有天气给你吃 没事啦 一样的啦 这个我自己可以的啦 你手上拿着什么 这个就是今天早上我在MTUC那边买的这个猪肉跟牛肉碎 OK 现在我们把它夹在一起过后呢 我们就把它挖一个洞先 挖一个洞 我是有习惯就把它挖一个洞 因为我要把蛋打下去啊 所以我只是打一粒鸡蛋就够了 大家也看到了 你看混合的很不错耶 可以用Blender嘛 我用懒的啦 Blender的话也OK啦 但是重要是你要买对的Blender 不然等一下你的Blender坏掉 那倒是 OK 那我们把鸡蛋打下去先好不好 OK 一杯鸡蛋就够了 鸡蛋打在中间 对 打在中间 无论是蛋黄或蛋白都是要打进去 开始的时候会觉得它可能会散开来的 但是不用紧 因为那个鸡蛋它在跟我们做朋友 OK 我不懂我有没有做对的 但是如果你们比我厉害的话 你们可以让我知道 在下面留言一下 所以我可以学起来 下次做的更好吃一些 OK 你看我把它混好了 之后呢我们就用你的手 就把它切成一半这样子哦 然后把它弄成一半 因为你大小一点 这边比较小耶 因为比较少的是给我吃的呀 多的是给你吃的 那好吧 那这边多一点吧 对对对对 你还能吃午餐所以要吃多一点 OK OK 我们弄好了之后呢我们就这样子 弄成一个肉团 弄成一个肉团 超大的肉团 同样的有一个在YouTube 什么都是从YouTube学的啦 YouTube就要在Google 它就讲时候就要这样子打 然后把它黏在一起 然后就比较 可能这个就叫做有弹性啦 这应该让我想到齁 我们过年的时候 我们一直在阿嬷家 然后就会做肉团 对 只是你的肉团是超大的 比较巴黎的 因为它是Hamburg 不一样 OK 现在你把这个 这三个盖打开起来 然后再把它倒下去 OK 倒哪里 放在上面 放在上面 真的啊 我倒啊 对对对对 去看 那我们拿起来给他们看一下 放多少 随便 这样子够吗 我们是随意的 演坏的呢你 我知道为什么你不要让我放 不要你自己不要放胡椒粉 等一下煮一下 不是 因为我的白白手一直在抖 做运动 你知道我们在餐厅喔 放胡椒粉的时候 然后我们是吊进去 突然就叫他像robot 那样子 OK OK 然后呢 辣椒粉 辣椒粉 对 辣椒粉 OK 好了 一共咯 我们去 轻轻的把它拿去 我看我站远一点比较好 我也好 不要 不要 等一下 全部人跑 我跳远了 对 对对对 安全 可以回来了 大家听到我的声音 看不到我人不用紧 OK 我再跳出去了 有这样很怕吗 好香啊 看到吗 哇 哇 你的味道好香啊 非常漂亮喔 还有看到辣椒粉 我肚子疼了 不要拍啦 直接吃啦 不可以啊 等下吃了肚子痛 哇 好了 可以开吗 可以 哇 叹叹 哇 铁门关我 学习关我 好香啊 OK 我再拿回一个盘子装 好不好 就要放下来先 所以就咱们把那个 Hamburger呢 放在旁边 我们今天准备的呢 是有 BROCCOLI 看到吗 哇 青青色的 还有 BOTATO 所有 OK 我们先把骨鸡的 丢进去 然后呢 再把 BROCCOLI呢 丢进去 除了这个 马铃薯 BROCCOLI 还有你的 Hamburger以外呢 还可以把 TOMATO呢 加下去喔 哇 我马铃 超怪 对 对 掌声 咕咕咕咕咕 大功高成喔 拜拜 我们要去吃了 对对对 好我们等下再见了 See you later Bye 嗨 嗨 哇 终于好了 终于煮完了 超过15分钟的时间 你看 这么漂亮的一个美食 就出来了 五颜六色的 不懂那个味道 有一个 应该是很好吃 有一个很可爱的东西 我也要给大家讲 你看SYRUS的这个叉 是三个耶 好像那个 叫什么 你这样子 你这样看海龙网友 啊 对啦 这我不管我就出了 OK 我们来试试看啦 耶 好 先 切掉那个肉 现在 然后就看 我不等着 我直接吃火锅 就是 你叫吃肉吗 好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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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就是肉 你也会把他切一次 你不要切一次 你不要切一次 我不要切一次 我不要切一次 哈哈哈哈 我切给你 我切给你 MC就是怎么管他 很厉害 我切半块耶 好 他切一个 超大块的给我吃 看到吗 可以撑出来一下 我 讲不到话 嗯 嗯 嗯 有没有juicy juicy 嗯 有啦 我不是我 所以你懂为什么我刚才都一字不出色了 嗯 很好吃 对 一定要试试看你们讲 嗯 很好吃 他 他最近口底的时候是那个肉水很滑 然后 他会干 嗯 他很有奥 其实咬下去的那种感觉是有汁 那种汁 肉的汁还是有什么汁 就是会干的 就涌出来 嗯 然后就把我叫醒 嗯 哈哈哈 感觉到 哇 突然间后面有那个灯光炮灯 对啊 对啊 OK 然后我现在在吃薯 薯条 不是薯条 是什么辣椒 对 这麻辣椒呢 我买的时候是买那种 啊 不是辣椒的 嗯 今天呢 也非常谢谢 Saya 因为请我来这边 对啊 干什么 然后煮他的拿手好菜 15分钟之内就煮好了 其实吼 有东西要跟你讲欸 讲什么 但是你不要骂我 嗯 因为呢 这一道菜 这就是Pamburg Question Pamburg 是我第一次煮叻 真的 真的 第一次煮得这么好吃 你不要骗人 真的第一次 I swear serious 第一次 真的 所以幸好 很好吃 所以下次不用吃steam book了 不用啦 吃这个很好的 很好啦 第一集你煮什么菜 第一集的时候 我煮的是那个 肉碎煎蛋 啊 对 那是我每一次都会 煮的一道菜 其实有时候我都不会放肉碎 我会放那个炸菜 就有那个 雀雀的感觉 就要去煮 就会好吃 鲜鲜的 不错啊 再切 他一打电话 他会放过我 讲说 你要上我的节目吗 然后就问他 你煮什么 你看我的菜 就是要吃肉了 他说 OK 我煮Amber 我说真的吗 我真的 15分钟是没搞 这个是事 我做这个 对啊 真的很快 除了吃以外 嗯 这 你就做了很久 没机的吗 对 大概有问题 嗯 嗯 我做专业主持人的时候 已经 07年开始 我就全职的 棒的主持人 嗯 当然我在女大学的时候呢 我是 电台的一个DJ 对 对 难怪她的声音这么好听 对不对 不会啦 那你混着饭吃吗 哈哈哈哈 所以今天来今天 你也吃 哈哈 07年晚可能还在家里 对 我爸妈也吃饭 那你是江湾老了 是不是 没有 我在讲 你刚才你讲 你在读书的时候 就开始主持了嘛 对对对 我读大学的时候就开始主持了 因为那时候可能 家境不会穷啊 可是就是过得去那种 然后就 如果要有额外的钱 跟我们年轻的时候 就要看戏啊 吃饭啊 出去一下子就 没有钱啊 对 然后就去做专业 不是专业 就是做DJ 然后能够做一点点的弄钱 嗯 那你每次主持的话 我想我应该有很多趋势吧 嗯 就很好笑的事情啊 尤其是 可能你在主持的时候 出了一些什么状况之类的 要怎么去handle 其实在每一个场合 每一个婚礼 都会有可怕的事情发生 嗯 怎么讲可怕呢 最简单的 香槟 香槟的那个香槟杯子 砰下来 真的是很可能的 想要这样会发生的 对 所以啊 如果你没有专业读出来 你的朋友会讲什么 你朋友就只会讲那么一句 每个人都会讲的 哎呀 落地开花 富贵荣华 然后新加坡人就会这样讲 and then 然后呢 那你要怎样 因为如果你要在同一星 倒香槟的话 你一定要给一个 一个 每次说明 你就有点时间 把一个香槟杯子 给排列起来 那这个时候的时候 你要怎么办 是让你现在 继续站在台上吗 还是 再不去吃吗 还是要怎样 我也跟你讲 只有专业主持人做得了 哈哈哈 真的是很重要 我才发觉到 虽然我刚刚当主持人 可能只有一年多 接近两年 但是真的很多东西 都要跟这位美女学习 不要这样讲嘛 SARS也是一个非常好的主持人 真的 只是可能 就是我 我衰吧 他们讲 我遇到的东西比较多 哈哈哈 还好 Dutchwood 我都还没有遇到 香槟杯倒下来的那种时候 我可以讲一个更可怕 还有什么更可怕 更可怕 我觉得香槟已经很可怕了 没有一个真的 真的不要可怕的 有一个新娘 那我正在台上 对不对 他就往我这一天 走first marching 第一次入场 他走进来说 新娘子呢 是穿着一个tube dress OK OK 路背啊路这边tube dress 然后对 然后他在结婚之前 瘦下很多 他瘦的至少 应该是有两三公斤吧 然后他走进来的时候 他要往台上 上那个台系的时候 没人的错 真的没人的错 他自己不小心 踩到自己的裙子 整个tube dress 掉到腰子里面去 全光炸现 全光炸现 真的真的 然后我们女孩子 喜欢穿一个bra 叫new bra 对 整个new bra都看到了 那怎么办 对啦 所以请专业主持人 我再跟你讲 哈哈 我们这一集 我们叫水波来吃 但是我一直在那边 讲话讲话 我跟你讲 他应该是下去 不要买了 等一下 我们吃了多了 我们继续吃好不好 对 OK 所以非常感谢 这一集 来到我们这一边 我的温馨的家 希望你感觉舒服 还有感觉的吃不得非常好吃 真的好吃 那我也要谢谢Syris 今天请我到他的家 然后又煮了一个15分钟之内煮出的hamburg 非常谢谢你 谢谢 拜拜 拜拜